大家好,這次週中的夜馬賽事 真的要留意這一場低組比賽事 因為真的亂局 我覺得這一場有機會有扭味的賽果出現 未看影片前,最重要是做這幾個動作 留言、讚好、分享你的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按鈴鐺,很棒 看完阿鵬的片段再好 因為看完我們的片段,我相信可以一起 夜白馬會 最重要的就是大家看我們的直播 因為我們直播就開始 要隨著歐洲國家盃 我們就可能有一段時間未必做到 因為阿鵬比較辛苦 不可以很長時間跟大家做直播 不要緊,先看我們的影片 波拉門這次選了神州飛區 就讓大家要來做膽 看回季初贏那場跑馬地千八的賽事 接下來的發育局賽事 就會跑二千二 看看這隻馬其實是夠長力的 但是真的要看看祭遇 還有會不會有個變化地呢 就影響到他 神州飛區看到三號 六百格仔三號就是神州飛區 季初這場馬,他也叫做操縮 好請以下的出賽 但是自從這場之後 好像演出整體一般的 但是你又不用怕 因為其實他在上季 他都可以在這個路程上面 上個名字 所以你說擔心他的場地夠不夠呢 不用擔心 一定可以的 這隻馬是可以跑得到二千二 因為也是證明過他OK的 如果你說場地變化那裡 也不用太擔心 都可以應付的 看看這隻 當然他跑變化地 就不會有個好地那麼好 但是始終這隻馬在這一堆的對手上 我覺得他相對的質素比較好 看回這場的報民的跑法 都非常流放尺寸 看到報民現在就在尾巴那裡 但是有條難幫下去 而且他這次揹個磅 都揹得比較重一點 揹個132磅 就對了報民 沒什麼死磅 開始進來直路的時候 因為這隻馬不夠 所以中間就開了一個位置 就給他一隻神酒飛 打一邊打兩邊的時候 跟著再推騎之後 這隻馬其實有反應 其實不明白為什麼 他真的跟著整季的狀態 都不太好 這次其實在五班 看到他其實這場 他也是輕描淡寫 都可以頂得到這隻風煙再氣 那就是過終點贏了 所以對著今次這一堆 他在季內會贏過 我就怎麼都找他 用來做半冷膽 這次網冷門除了選擇 一隻神酒飛驅 班德禮二檔的座騎之外 腳那方面 大家可以留意這三隻馬 第一隻大家要留意的馬 就是潘頓的上線魅力 其實本來不是很想選擇這隻馬 但始終近來 他的演出也有改善 和上個名 這次有一個一檔 一把30磅 找潘頓騎其實很明顯 都是想贏馬 因為始終這些馬 都要一些斜寸騎師去騎 繼續潘頓去騎 我想都是想季內 贏回一場頭馬 另一隻就是 應該在這個班數上面 會有少少斑利 但沒有什麼表現 都是靠他 看看可否有些神來之不 就是這隻龍澤飛驅 其實這次10度130磅 有蔡明少騎 影勢不算很好 但始終這隻馬 看見希斯轉過去 告冬尼那裡 暫時都未交代 其實都想幫馬主 看看可否可以 有些比較好的演出 幫幫這隻馬 看看這次能不能發揮得好些 這隻應該比較變善些 最後一隻給大家參考 就是 翠爾石馬房 10號的符號 符號是 之前跑沙田 那次就跑過一次第四 都是變化場地 你說這隻馬 為何會選擇 都是搏去變化場地 可以搏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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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搏 那麽就搏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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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場賽事應該會選擇正老的選擇給大家 還沒看之前記得做這個動作 留言、讚、分享影片段 訂閱我們的頻道,按這個鈴鐺 最重要是什麼? 看阿鵬的影片 因為阿鵬的馬膽是可以的 最重要是看多點我們的直播 直播也是做幾個動作 留言、讚、分享 因為最重要是大家一起看直播 看多點我們的影片 就可以在YouTube上有更多的流量 事不宜遲 看看我這次可以介紹什麼給大家 四班千年的賽事 我選了這隻上次有王志雲騎的精益大師給大家 看到8號 灰色衣服 紅灰間條 紅色帽 紅色眼罩 貼藍8號那隻就是精益大師 拍著 就是他旁邊 應該是12號那隻 是新力 應該就是 那個 鏡頭 不太轉得切 一路就看到 那隻精益大師 在前面 一直在放 然後11號的上校 就是拍著 後面就看到 12號那隻新力 已經是釘著 這場馬 其實就 我覺得王志雲的發揮 是可以的 因為其實跑短途 比他這些 叫做 建築騎師 有榜減下 輕飄飄 真是適合 這次其實 他走前 都沒問題 有難幫 但沒辦法 這隻新力 的實力 跟他都差不多 始終大師傅 其實都是輕磅 進來直路的時候 已經看到 開始有少少走 但最後這850的時候 新力的 後上的 能力 比他好少少 最後這裏 短兵雙接 以為可以回復 但沒辦法 新力的 韌力始終較好 那就贏了他第二 這次其實 對著這堆對手 近跡都可以 快活谷 這個路程又好的表現之下 我覺得拿去做膽 應該都沒什麼走 四場四班千尼 除了班德麗 的精益大師 10號的助騎之外 這隻一檔馬 當然是做膽 腳方面 這隻留意一下 第一隻就是 一號的才進 最近都一邊一批 演出都是好的 這次用周同學騎 133磅 至於最頂磅 但都可以去留意一下 這隻米 始終這個路程 演出都是準 都不可以說 太過輕視 腳角方面 真的 有兩隻 我覺得 是可以去考慮一下 因為 可能會 跑變化場地之下 第一隻去看著的 就是這隻 11號的神速馬車 最近都在變化地上名 這次有個7檔 119磅 輕飄飄 我覺得 有機會可以入到這隻 冷腳 最後一隻 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就是 希威森的座 12號的盡優自在 這次的檔馬車 但之前那兩次的 跑馬車千尼 都上到名 還有 今季 都試過在 192場次 拿過10檔 都是入位 所以我覺得 這隻馬 都是 要留意 因為 臨到季尾 這些 比較年長馬 都沒有什麼 重複一次 今次的深水 精益大師做膽 拖 財進 神速馬車 還有盡優自在 好拍檔阿鵬一樣有好東西 去 給大家參考 大家記住 看完他的影片 就真是非常好 希望大家來今次的賽事 就贏多些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今次尾膽的推介 就是7場10號的年少很多 一齊看看他上場的表現 上場排三檔 這隻馬就很容易認 露露的色衣 一出閘 不是最快那隻 最快那隻就是年年有型 在他旁邊 7號碼那隻 就是他 露露的黑色咒 接著 見到戰隊拍著這隻 慢慢慢慢 由第二 慢慢慢慢 就飆了上前面 還要過一隻 年年有型 跑現在暫時第三 就是美麗第一 這場馬得七隻馬 跑比較少 好了 見到輕輕鬆鬆之下 這隻馬由這個 前觸也是非常之快 所以呢 其實這隻 連連有型都很快 但是他還要按住 按住 都已經過去 那隻連連有型都開始 不斷要比一下 比一下 這裏都聰明了 轉彎 知道裏面 就一般 開始盡量 拉回馬出面 星仔霍雲星 那麼 見到呢 頓哥那隻 美麗第一 就不斷追著他 開始有少少隻馬 打他 有點外閃 內閃 都齊 走規就不太規矩 開始這裏 就有少少內閃 但是不要緊 這兩步打下去呢 那隻後面 追上了美麗第一 比較好少少 結果就真的 輸少少少 好不值 這場想著這隻 年少很多會開齋 誰知道 差點 那麼這次呢 就換了人 這次找了鬥 霍雲星呢 亦都是騎回 他一手操辦的那隻 沒有千歲 那麼這次 我推介這隻馬呢 就七場十五 年少很多 希望這隻馬幫到大家 對上兩次 穩膽都不錯 成績都 起碼兩隻都贏了 希望這次再贏了他 記得大家看了張老師的影片 繼續支持我們星老台 接下來四十三 我們一切贏爆馬會